Tag是這個活動主持人 其實Tag很厲害 Tag主持的場是這麼大的場 這個場有多少人 一萬兩千人 這個一場一定很多錢 沒有 其實我剛開始接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我的名字是暖場主持人 叫暖場主持人 那你不錯啊 因為我是能場主持人 我只是前面一開始接的時候 因為我應該是說 接這個企業的台灣場 接完之後 那時候是主持全場 也是大概一萬多人 那是我第一次上所謂的四面台 然後做完之後 他們覺得好像 什麼叫四面台 就是你四面八方都有觀眾 所以你必須要顧前顧後 左右你都得顧 你不能只單對前面講話 不然就一個屁股一直朝一群人 對 所以你就是要隨時轉四面八方這樣 然後或者是你要跟他們做互動的時候 你就是要跑全場 你不是只有單一個方向跑 那時候在台灣做完這個全場之後 這個企業覺得我好像還不錯 所以想要把我調到海外場去試試看 然後我就接了他們的海外場 所以那時候接的那個名稱 叫做暖場主持人 也就是說 我只有在活動的一開始 會出來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正式的大會主持人 所以你看我在台灣 那時候已經做了大概十年的主持 但是我到海外的時候 我是做暖場主持人 就是我沒有辦法真正跟大會主持人 站在同一個舞臺上去做這整個活動 然後我覺得這個企業 也對我非常的照顧 因為已經合作大概三四年了 到今年已經邁入第四年了 他們從一個暖場主持人 從一開始整天的活動 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 我只有出現早上的八點前五分鐘 跟中午下午兩點進場的前五分鐘 就這樣 我的工作就只有十分鐘 一天十分鐘就賺那麼多錢 但是你要隨時hold在現場 因為你是暖場主持人 所以當他們如果在整個活動當中 有任何的差錯 你就要出來救 你就要隨時被cue 所以你就是待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看著那個螢幕 然後就是從八點開始一路 這樣到結束 那個狀態你也要跟進的 對 而且你也是緊繃的 因為你不知道發生什麼狀況 對對對 然後是一直到了這兩三年 他們才開始讓我有機會 跟大會主持人 女主持人同時站在舞台上 因為他們覺得你好像越來越有那個 Fur 對 越有那個感覺 那因為我的出現 既然是暖場主持人 就是要嗨 要大家開心 所以他發現原來現場的朋友 看到我是開心的 所以他們就開始把我的比重 開始加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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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今年 我開始有機會可以做全場 就是跟女主持人一起做全場 hold整個活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感動的事情 就是有看到 看起來光鮮亮麗 背後要準備嗎 準備很多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你是主持人喔 你很好賺 那個麥克風拿了講幾句話 下臺錢就入口袋了 但是其實他不知道 我們背後有很多的功課要做 比如說 我覺得其方應該也很瞭解 我在拿到了這個商品的時候 我必須要去做很多的功課 包含我可能要瞭解 這個公司的文化 甚至這個公司如果有商品 我要瞭解他的商品 可是我們不是萬能的 我們有很多東西 不是我們在行的 比如說一開始我要接化妝品 我怎麼會知道眼影擦了 會有什麼效果 我怎麼知道口紅擦了會有什麼 所以我要瞭解他 我必須要去學 可是我要在短時間之內學 因為這個廠商 這個客戶有可能 我做了一次 就不會再做第二次 因為他們可能文化 就是每年都換主持人 但是我又必須為了這一次 去下很多的功課 去完成他 有的企業文化就說 董事長不喜歡人家捧他 所以你不要捧他 可是你不可能完全不捧 因為你不捧 董事長好像又沒懷疑 因為那個是別人跟我們講的 董事長又不會跟你講說 你不要捧我或怎麼樣 對 那我有 我曾經也是有主持過那種 就是同事跟我說 不要捧董事長 董事長很謙虛 結果活動結束之後 那個公安公司打電話 跟我說 我們被扣費用了 因為你好像沒有說太多 董事長的好話 然後我就會說 可是這個怎麼跟當初窗口 跟我講的不一樣 對然後就說 你下次不要管窗口講什麼 你就還是捧一下董事長 可是你又很怕過多 就是滑槍油掉 這樣就是油嘴滑舌的 講少你又被扣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拿捏點是很 窗口的那個年終獎金太少 有可能不知道 然後像我們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做活動比較多 我覺得主持人 他很重要的點是 他必須要掌控全場 所以即使他發生的狀況 主持人都要臨危不亂 所以像我的部分 我就會去檢查 甚至是檢查當天活動現場的逃生出口 然後衛生間 然後大家的動線 包含他們上車下車動線 我都要先瞭解 因為我曾經有一個 看過一個案例 就是八仙城報那個時候 主持人後來就不見了 但是當然他們也是為了保護這個藝人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我在現場 我絕對會拿著麥克風一直講話 因為就是沒有人在指揮現場 導致他現場一團亂 越亂越容易發生狀況 可是如果你是有人在指揮的 我覺得狀況就會好很多 所以我覺得活動主持人來講 他在一個活動當中 他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們往往是不被在乎的 那一個 那這樣一場下來會覺得很累嗎 很累 因為你必須要全神貫注 你不能放空 因為你不能說不到話 然後誰 哪一個長官進來了 你要知道 然後現場 如果哪一個狀況 delay 你又得要追時間 所以每次活動 如果超過三個小時下來 你會發現主持人 第一件事情就是脫鞋子 尤其是女生 脫高跟鞋 然後再來就是坐在椅子上 然後大家就謝謝 謝謝 然後我們就很不想講話 東西拎了就想走了 因為很累 因為我們會有三個小時 是把所有的精力灌注在那個活動上面 所以你會常常會覺得 為什麼要讓自己這麼累 其實你說很累嘛 也不累啊 因為你就在臺上哈哈哈哈嘻嘻哈哈的 看似不累 可是其實那個嘻嘻哈哈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的眼睛都在看著四面八方 然後在聽旁邊看舞臺 看有什麼狀況會發 背過黑鍋嗎 那多了 就是很常 我們上了舞臺之後 上了舞臺 可能客戶給我們的內容很多 然後就跟我們說 你等一下這邊都要講 然後什麼什麼 我說好好好 結果長官可能來遲了 導致我們整個活動delay 但是長官又因為 他必須要在某一個時間離開 去開會 所以你的開場越短越好 那我就說那剛剛所給的那些資料呢 他說就不用講了 你就是開場完之後 直接請長官上臺 我說好 那我們就請長官上臺 然後就講 然後記者會圓滿結束 結束之後 我就被告知說 我的內容都沒有講到 因為時間不夠 叫你不要講 不是 因為通常活動結束之後 窗口公安公司會跟客戶去開會 開所謂的檢討會 那客戶方呢 大部分都會挑一些小毛病出來 大部分的客戶 不管怎麼樣 你活動辦得再好 都會有一些小小的問題發生 那他們就會挑說 那個主持人 我們不是給他很多內容 為什麼他都沒有講 然後窗口就是活動公司 因為他跟我講 時間delay了嘛 不要講了 可是他在開檢討會的時候 就會跟客戶講說 不好意思 這個主持人比較不專業 然後我們就下次會改進 然後不要用他這樣子 不好意思 然後我是後面是被客戶告知 我說那個公安公司說是你的問題 我就 但當初不是我 那你上了臺需要背還是可以拿字卡 我們一定要背字卡 背起來 不是背 就是一定要準備好 但是大部分是不看的 對 我們只有要介紹長官的名字 因為那不能錯 對 所以那個是絕對會看 其他時間 我們大部分是以不看字卡為主 但是會背著 如果長官名字叫錯了 會講 這個 這個我還有一個案例 這個是你知道有時候長官他們會有既有的 比如一二三會有三位 但是臨時來多了一位 那臨時來多了一位 他不會在我的手卡裡面 就會有工作人員寫字卡 工作人員很緊張的 那個人很壞的 看不出來 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可是你又不能衝下去問 那你好不容易看到他的姓 比如說是鄭 鄭宏怡是那個 好不然我只看得懂這個正字 我們今天來的貴賓 鄭大哥 然後他就上臺 上臺之後他就會說 我叫鄭宏怡 對 他就會特別自己補充 那你就知道你出色了 因為你沒有把他的全名講出來 可是因為我看不見了 但是你當下你又不能跟工作人員說 我看不懂 所以常常會遇到這種狀況 然後那一場我就有被鄭大哥給數落了一番 他就說這主持人很不專業 連名字都不會講 你看Tag 他現在 今年比較慘 今年因為武漢肺炎 所以臺灣的活動取消 中國也取消 他現在連西裝 他把舊的跟新的這樣子 自己是新的 對 兩下參作會 你看什麼 後面還是用別針 別起來 偷臉現在 因為我跟你講 我們做活動主持人 就是要背很多衣服 所以我們的服裝 要很多種類型 我們不單單只是大家看到 就是西裝這樣 很多有的不的的東西 現在比較勤儉 當然 現在都跟人家借 以前都用買的 不誠懇 選擇